你剛才講了一首歌叫做《柳條長》 這是很典型的抗戰歌曲 歌詞是這樣的 柳條而細 柳條而長 姐在山坡底下放棉羊 羊兒低頭吃青草 姐在旁邊縫衣場 無什麼衣場呢 奉尊一 奉給他的先生去打仗的 打誰呢 打日本人 他願意親手縫一個衣服給丈夫穿去打仗 希望他打勝仗 打勝仗之後就會回家來了 打不了勝仗的話呢 他也是盡了一份國民的義務 所以那個時候的抗戰是全民抗戰 一直對日本人 就是因為有著抗戰歌曲的轟軟 激發大家的愛不幸 所以雖然說我們是用軍事贏得了這個戰爭 其實也是用精神力量贏得了這個戰爭 這首歌也是一個代表作 一個年輕的婦女 年輕的妻子 親手一邊放羊 一邊逢真音 封給丈夫打仗 希望他打勝仗 把日本人打敗了 結果真的是全民一致 把日本人打敗了 這贏得了我勝利 這首歌是一首軟性的歌 但是裡面有很強的意識在裡面 你剛才講的歌 我願意唱給你聽聽 但是我唱得並不好 謝謝謝謝 謝謝 接尔低头风雨长 接尔低头风雨长 接封雨上为谁忙 丈夫要去大东亚 照料雨上温柔软 勇气把妹上战场 接封雨上为谁忙 丈夫要去大东亚 照料雨上温柔软 勇气把妹上战场 上战场去了 上战场我逝去往 逝去往大东亚 大东亚的担当 走开高阁回故乡 山坡地下 大家一同来放羊 身杖回来还要放羊 放羊就是让羊长大了 那个生育 那个多壮 就不是打东亚了 把东亚已经打胜了 所以在打东亚的时候 放羊 放羊回来之后 还从我这一行 养的生育 有点加钱收入 所以这首歌代表很多东西 蛮好一首歌 你看看什么人作词 然后赵琪海 赵琪海 赵琪海 曲是刘雪安 刘雪安 刘雪安 刘雪安是很有名作曲家的 做词认到不清楚 当时抗弹的时候 很多作曲家 很多文学家都投身云制作 抗弹格局 这抗弹格局千千万万条 如果很可惜地引入时间去 就是不二法则引入历史文 那我是一个可能是最后的守恋人 哈哈哈哈 我愿意留这本书 留传这些歌曲 也希望有心人能保持你 是 我会把它保持一下 我是想说 因为你这个歌曲呢 我在网站上 那时候我有些歌我不会唱 我就想在网站上找 可是都找不到 没有人提供 对 没有人提供 我想请问一下 你刚刚给我的这个CD 如果我可以把它放在网站上 可以吗 可以 这个做的时候 也不止做了本机 那个时候条件也是不是很好 你看它能够用 你必须用 它不一定每首歌都可以用 可以用 没有版权 没有版权 对 那我问看有没有人会这个 我自己不太会这个方面 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把它每一条都把它切开来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可是这个没有 因为它只有声音档 对 那我可以帮你照几张照片 然后每一张把它 就是等于说由您的照片 那不需要吧 可是这样的话它只有声音 只有声音就够了 就传播声音 不是 我通常是放在YouTube上面 YouTube上面有 要有影像 那这书上的照片可以用吗 书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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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或者是说您有一些照片 可以 你觉得拿几张可以的 我得 你留个例子给我 有功识给你 是 你这个事件不急嘛 是 下个月五个月半年一年都可以吗 对 我只是想先给他敲定 你可以做这样一部分工作 也保持一点历史 也是有心人 我有心你也有心 因为我自己当时 要找这些音乐 我找不到 所以 既然说您说这个东西 可以放在网站上 如果您提供一些照片 我就可以 像这个 像这一片 您这个唱歌 这个就非常好的照片 哈哈哈哈 我就放在网站上 你看 啊 这个是秋七金女士 不 我有想想看 这有没有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 现在我不求文档 不求文档 你把照片拿去 万一有人要联合 不知道我很麻烦 没关系 他们会跟我联络 那如果说 您愿意的话 我就跟董女士联络 那他 他如果真的 他 我想年轻人是不是 没有兴趣的 对 那年轻人没有 可是 可能像我一样 想要取悦 取悦母亲 好 可以 没问题 好的 那我再跟董女士 你把他关起来 是 好 那就这样了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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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